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个同质性太高了 对 好像出来都是一个模子 是 然后跟美国他们这种 要的东西 综合考量 他们要的这种课外活动 有差 有出入 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对 刚才小律师就讲 Holistic approach Holistic就是特别是 私立学校特别是长春藤 那今月3月31日 昨天就是Ivy League放榜的日期 谢谢梁万律师 总是帮我们盯得很紧 其实也让我们父母亲 心又提上来了一下了 那对今年的11年级 如果你要进长春藤的话 我们可以给一下建议 今天讨论一下 什么样的活动 也许长春藤可以看得中 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偏向什么样子的 一些课外活动 对 我们先讨论一下 课外活动 比方说跟白人 versus老中的 华人 亚裔子的 那我们华人大概都很喜欢 做那种artistic就是music 是啊 小提琴 钢琴 自己单独的或者画画 或是绘画 都是个人的一个表演 那很多白人就学生 比较喜欢是什么 那个theater art 团体的 团体在学校的play 剧院的这个演出 这个话剧演出 对不对 对 也是一个part of a team 所以他们喜欢 就说这些长春藤学校 喜欢这种比较属于团体式的 一个演出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 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团队精神 一个team spirit 那你别看这样theater art 也是很花时间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主角 没错 要懂得怎么样说 你的力量是投注在 这样子一个大的这个project 一个团队的这个活动里面 对 大学也希望学生谦虚 如果你不能做主角 你做后面 supporting role supporting cast 也要做得好 通常在这种theater art的 连孔都是白人 是 没错 第一方面呢 这个他们觉得说 很多就像你说的华人家长 觉得说还要跟人家一起 或是做这些活动 其实很麻烦 干脆一个人 你去学钢琴 学小提琴 你画画 比较方便 然后他觉得说 可能进步的比较快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这是美国 他们的教育的精神 是要holistic 特别是像美国的公司 他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没错 所以在课外活动 如果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点 不要总是走个人路线 如果可以参加学校的play 学校的drama 学校的theater art的话 事实上会在我们申请大学的时候 会大大加分的 我们不是是说 一定要参加theater art 你就可以进长军团 就参加一种 参加一种 就是合群的集体活动 比方说 Jeff Jeff以前在high school 我们的理财专家 对他参加七个sports 所以也就是说运动 或者这个话剧 只要是团体 是所谓的team spirit 这种课外活动 其实是比较受到喜爱的 是 因为你可以培育出这个合群 然后怎么样当team player 因为这个将来都是在公司里面 一个小型社会里面 你必须要学习 有输有赢 然后怎么样当成是一个 在团队里面的一个怎么样去 有困难一起克服 对一起克服 觉得这个是 确实是很重要 然后比如说从低层做起 慢慢work your way up 这也是另外一个美国 那我一个小问题 如果说父母亲 已经把孩子们培养在这个 属于比较传统式的 这种华人家庭 就是已经学小地青 那这个时候改变 会不会有点晚了呢 还是说 还是有个方式 也可以做一个综合性 可以做一个集体演出 可以这样子吗 是 如果在音乐上的话 也是可以用集体演出的方式 那我们在过去的几个 episode都有讲 你怎么在音乐里面展现出来 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要有这种 这个团队的精神的话 家庭就是一个团队 Good point 是 所以帮忙做家事 也是一个团队精神 照顾弟弟妹妹 也是一个团队精神 没错 其实这个就是 框框之外的想法 所以希望我们的家长们 不要寻求就是说 一个很传统既有的一个 就是好像大家都走这条路 我也就跟着走这条路 其实第一个不见得适合自己的孩子 第二个不见得对孩子有这个 在申请大学方面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 如果说你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 有一些疑问的话 我们欢迎大家 这个4月23号的讲座 大家可以到现场 如果可以当面的请教 我们的梁律师还有肖律师 我相信呢 应该都会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答案 今天再次谢谢梁慧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